大家好,今天星期一 我在公司里面今天没事做 今早我的同事煮了一碗 那个桃椒银耳来给我 是一个男同事煮的 煮的相当的好 大家看一下 他做菜做得非常好 这是他说昨晚上熬的 越粘稠越好吃 也不甜 反正等一下也吃不掉 我去放在公司冰箱里面冰着 晚上再吃 这段时间我同事经常煮这个银耳 桃椒给我 还有另外的同事也经常煮的 就是在公司里面煮 当时我不会煮 我就会吃 那些食材是我买的 就是别的同事煮的 这是他自己家里面的 然后在公司里煮的 就没有这个浓稠一点 不过也还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桃椒煮的银耳 又美容养颜 又吃的又对皮肤还是比较好的 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做 因为前个星期 已经要送的货都送了 过去我的小摩托里 把我的那个乙医拿给我一个同事 因为我也用不着 今天还是果子 就是这个烙枕一直没好 他们说叫我去医院里面给医生看一下 当时忘记了 我还是贴点膏药吧 这个是我要一次买的 但是我嫌这个颜色不适合我 我现在拿给我的同事 因为他早上买菜 如果下雨的话 穿着还是比较好的 你试试瞧瞧 我现在是脖子他 他都不会装 虽然刚才说今天没事 但是现在又有一点什么要什么资料 就是领导要资料 我也来这里找了半天也没有 星期一反正都是有事情要做的 这些资料好像都没有要的 等一下告诉他 因为我这里没那么齐全的资料 只有我们做一些产品的资料 他要的基本上都没有 我们这里 厂里面有大面积的种花 栽菜 还有种树 那边已经栽了好多的菜了 还要买一些鸭 来养 这里面已经种了好多菜了 菜园子 一直到那边 什么毛豆 茄子 还有瓜 都要种上 还有那个车梨子 还有葡萄 我们老板说要打造一个花园式的工厂 这里上班现在挺好的 因为大 原来我们的那里就像一个养猪场一样 小的不得了 什么安全 什么都不合格 现在就是工厂里面也弄得非常的 这个看着顺眼 现在就正在一步步的完善这些设施 现在已经种了好多的书 也有专门的就是人员打理 现在正要就是画一下那个在那边 我们老板画一下那个停车 停车位 弄得比较专业 现在我已经吃了中午饭过来了 看看我买了这么多零食 因为我们这里离超市比较远 每一次去的话就买一大堆零食 我要过去另外一个公司找我的一个同事 然后送点吃的给他 从我这里面挑点 因为他们离超市也是比较远 就在我们附近 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公司12点半才吃饭 现在还有点早 过我先过去跟他聊一会儿天 因为好久都没见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下次见